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视频里可能听不出来 但是现场的这个锣鼓声音 特别特别的大 我都觉得我的耳膜要震开了 而且据说现在大家还都是悠着来的 然后就开始感慨 真不愧是艺术家 就是不一样 结果你猜怎么办 不仅讲师带了耳塞 而且其实每一位乐器老师都带了耳塞 好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不是特别了解京剧 所以为了让大家熟悉起来 在现场我们还做了很多小游戏 我来跟大家分享其中一段 这是一些经典的锣鼓精 现场挑了三段给我们进行讲解 请大家试图记住这些锣鼓精的特点 再打一个钮子 再打一个钮子 好的 大家记住了吗 来我们来听一下游戏规则 我让他们打刚才那三个点 你们都记住了 希望记住了 让他们打 我刚才打那三个点 自信满满是吗 对 我让他们打了 来吧 答案弹幕刷起来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老师说完来吧以后 这四位老师没有经过任何商量 直接就敲起来了 甚至连眼神交流都没有 其实理由都是在于板鼓 板鼓相当于是个指挥家 板鼓想的那一瞬间 大家就都知道自己要干嘛了 然后再给大家放一下 三位表演老师的表演 大家可以猜一下 他们分别是什么行当 就是圣诞经过筹 这样子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好 猜出来了吗 答案评论区见 款表演以后 就到了动手实操的部分了 当然因为我们很难 去真正摸到 京剧的实际乐器 但是如果你有iPhone 或者iPad的话 就可以打开酷乐队 然后就可以有机会 近距离接触到 这些中国的传统打击乐 大家也可以点开 自己的APP试着玩一玩 如果你搞不清楚 到底怎么招操作 是发出什么样的声音的话 只要点击右上角的小问号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朋友 甚至我们还可以 用自带的声音资源库 制作一首属于自己的 中国风京剧风的音乐 具体操作方式呢 就是点开声音 点击左上方的这个按钮 然后再点右上方的这个按钮 你就可以打开音乐资源库了 你可以选择音乐类型分类 或者搜索关键词 去寻找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把它们拼在一起 那就是一首歌了 这其实也是这条视频 开头的BGM啊朋友们 然后在现场我做的歌 被抓去当中播放了出来 还要获得了老师的好评 这个是好评吗 作为一个好奇宝宝 下课以后我抓住了故事 去敲了一下真的帮鼓 敲到边上的大罗老师 都听不下去了 再听一下正确的音色 能听出区别吗 我是鼓唇的角度不对 反正真的特别难 作为一个北京人 从来从来从来没有听过京剧 然后一直以来也并不是很感兴趣 说实话 但是今天上这一节课 一个半小时 完全没有觉得长 敲那个鼓 就是真的是看着不难 但是后面我手腕已经僵硬了 然后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使劲 怎么发力 然后他再说的时候 我觉得手都快要抖了 反正就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check你当地的 Today at Apple 有没有相似的好玩的活动 然后这些都是免费的 那我今天就到这里 有人再见 拜拜 江湖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